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session吧 今天的session是由我和另一位 来自技部科技的做播共同完成 首先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文开 来自Winware by Burkham 有10年左右的软件开发经验 目前在做的主要就是这个开源的Valero项目 之前几年呢 我是在做另一个开源项目Harper 今天我们session是关于K8S上的数据保护 是会给大家展示一些 我们在用Valero做数据保护时的支持案例 所以首先我会对Valero做一个快速的简单介绍 然后由作播给大家分享我们遇到的挑战 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Valero是由Winware开源的 针对K8S上的备份恢复工具 目前的维护者主要来自Winware 红帽还有微软这三家公司 这一页上有几个链接 分别是官方网站 代码仓库和如何参与社区的一些建议 借助Valero我们可以实现 K8S上的栽域数据迁移以及数据保护功能 这张是Valero非常high level的一个架构图 Valero是利用controller机制来实现的 主要包括Valero server和node agent 这两种组件 用户通过COOCTL或者Valero CRI 发送 backup或者restore的请求到APS server 之后 Valero组件会完成 备份或恢复的功能 然后最后将数据会上传到 对象存储中 Valero备份的对象 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K8S的资源 包括像ConfigMap Deployment Pod Service Secret 等等等等 Valero在做backup时 就像我们执行COOCTL GET 一个资源一样 然后把这个资源的YAML形式 Dump到一个文件中 做restore的时候 就像执行COOCTL APPLY一样 将这个我们之前 Dump出来这个YAML文件 然后再apply回APS server 当然 Valero真正在做backup 普和restore时 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原理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备份和恢复的另一种对象 是Valero中的数据 这个数据对于那种 有状态应用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目前Valero提供的 备份数据的方式 用四种 第一种叫做 File System Backup 就是文件系统backup 这种是Valero的Node Agent的组件 它直接在那个Node上 读取这个Volume所在的文件系统目录 进行backup 这种方式是最直接 也是应用最广泛的 但是它有天然的会有一些缺点 就比如我如果在做backup的时候 我这个文件可能 其他文件会有一些变化 这可能会导致我做出来的这个backup 它并不是一个一致的 另外如果这个数据特别多的时候 我这个效率可能也会是一个问题 和文件系统备份不同 我后三种都是基于快照形式的 快照呢 它天然的就是 可以做到数据的一致性 但是这就需要你底层的存储 具有这个快照能力 第一种快照方式是CSS3PROAD CSS3PROAD是K8S定义的一种 标准的做快照的一种接口 但是有些provider在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我们所打的这个快照 它是和原有的数据放在一起的 就比如我打完快照之后 我这个机器 我原有数据所在的这个机器 因为硬件故障 或者其他这些原因 荡掉了 导致数据损坏 那我快照有可能跟着这个数据 也就一起丢失了 这样也就达不到一个数据保护的目的了 所以我们这里有了第二种快照的方式 叫CSS3PROAD加这个DataMove 这种方式是说 我用快照 对数据进行backup之后 我会借助Viler的能力 把快照中的数据再上传到云存储中 这样即使我原有的数据所在机器荡掉 出现任何故障 我只要从云存储中 对象存储中把这个数据再荡下来 然后恢复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种快照的方式 叫Nating Stashout 这种是如果你的Workload是部署在Azure AWS这种的Cloud上 然后Viler还通过Plugin的这种机制 可以直接调用这些Cloud API去做快照 但是目前这种方式呢 正在逐渐的被CSS3PROAD这种统一标准的接口所取代 在K8S上做备份恢复是很复杂的 因为K8S上我们部署的应用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牵移各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Viler提供了相应的自定义或者一些扩展的功能 可以给我们大家使用来更好的完成这个备份和恢复的功能 第一种是Filter Viler提供了各种各样的Filter 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选取我需要备份的资源 比如LabelFilter 我可以只备份具有某些特定Label的资源 再比如NipspaceFilter 我可以只备份某个特定Nipspace的资源 第二种是Plugin Viler提供了多种Plugin机制 就比如Backup Item Action和Restore Item Action 分别对应于我在做Backup时 对某一个特定的资源可以直接特定的逻辑 来达到一些定义化的效果 这个Plugin是通过代码完成的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写一些更复杂 更高级的功能来完成你所想要的 就满足你所要的需求 第三种是Hook 就是我们在备份恢复这个Pod时 可以在Pod上定义一些Hook 来 这些Hook中可以定一些命令 然后在执行Backup Result的时候 在Port内执行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是在做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的时候 我可以在备份之前执行一个命令 然后使数据库达到静默状态 然后这时候去做备份 然后在恢复之后呢 再执行一条命令 然后从使数据库从静默状态中恢复回来 然后继续正常的运行 最后一种方式是Result Modifier 这种是说我在Result的时候 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 用户可以定义一个Config Map 然后利用我们提供的模板 可以定义一些Patch的规则 在进行Result的时候 对某些资源进行特定的Patch操作 然后符合Result之后 预行环境的一些要求 下面就有周波 然后给大家分享我们 遇到一些挑战和相用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 在继续前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周波 来自上海的基部科技 那我们公司是在21年成立 然后我们聚焦的主要的这个方向 是原生的这个存储和栽备这一块 然后我们构建的第一款软件 就是基于Volero 然后做的这个 主要是针对这个容器的备份 融栽这一块 那一方面我们也在自己使用这个Volero 我们使用Volero过程中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同时我们也会帮助Volero解决了一些问题 所以因此我们跟这个Volero team 有过一些沟通和合作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这几年也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 就是在客户的这个现场的环境呢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今天呢 借着这个topic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容器中做这个备份恢复啊 到底会遇到哪些问题跟挑战 然后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然后也会结合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展开 那第一大方面可能是在这个应用的定义 这个这一块应用定义的话 其实呃假如一个用户 他把所有的每个应用 全都定义到一个namespace的话 就是一个namespace 一个应用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但现实情况呢 可能就是一个应用的定义会多种多样 那我这里会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呃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一个客户线上看到的 他呢 是把一个namespace作为一个租户的形式 对外提供服务 他一个租户呢 底下可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应用 那从他的用户的角度来看呢 我这个你你得按我这个应用的 这个这个力度来做这个备份跟恢复 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是比较少见 更通用更常见的可能是第二个 第三种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一个应用可能是有多个命名空间组成的 并且呢 我还有一些cluster这个scope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肉啊或者是crd啊等等 那第三个例子就是说我一个应用可能既包含了有命名空间的这个应用 也有可能包含了ham chart 那再有呢 却有一些集群的资源 所以这个应用的这个呃定义呢 本本身就可能会比较复杂 那从运用户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先要把这个应用的这种呃就是这种简单应用的这个依赖关系先理清楚 然后就是说才能去进一步考虑怎么去背这个应用 所以首先呢 要定义一个应用 他可能先要把这个依赖关系理清楚 那这个本身可能就比较复杂 那另外呢 有些情况是这个应用可能是第三方提供的 只有这个第三方的应用厂商才知道这个应用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这个像这个OpenShift 像国内的这个CubeSphere这样的一些平台 他们去基于这个Kubus构建了一个这个平台 那他们这个平台如果你想去做这种保护的话 这个应用定义其实也也很复杂 这后面我也会给出一个例子 那应用定义是一块 另外一块就是说 我当我定义出来一个应用的时候之后呢 我怎么其实就是从用户实际的需求来看 他对这个应用备份恢复 还有一些多样的需求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称之为resource only的备份 就是说他只备这个应用的资源部分 他数据可能就是不需要备 第二种就是说我们称之为data only 就是他只备pvpvc和里面的数据 他呢不需要备资源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在data only的基础上 他可能会挑一些数据去背 那第四种情况可能就是说 我恢复的时候可能我部分资源坏了 那我只需要做部分的恢复 第五种情况可能就是说 我前面举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 怎么去背 怎么去恢复的问题 最后一种可能是说 我整个集群想要去做一个保护 该怎么做 那在之前的这些基础上 我们呢就是呃就是构建了一个叫应用模板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应用模板呢 其实也是基于我来的这个resource filter 来呃构建了 那我们在这个其实我来的resource filter 已经相对比较强大 他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这种filter 然后呢 当然他也有呃一点局限性 就比如说他可能不能去按照这个resource的name来选择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扩展 就是说呃我们也支持这种按name的去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任意的资源 并且呢我们把这个选择资源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做到这个前端的ui 让用户呢就可以通过这种勾勾选选 比较简单的方式来选出来一个应用 到底该是有哪些资源组成呢 那所以我们一个典型的备份这个流程可能就是说 先去界面上把这个应用选出来 然后呢我们后台有一个呃这个资源发现的这么一个组件 会按照这个勾选出来的条件去把这些资源再发现出来 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扩展的这个cr的方式 把这些资源传递给Volero 让Volero去做这个资源的备份 那恢复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现在 那用户可以在这个ui上把这个需要的 恢复的资源选出来 哪些资源可能是要做一些转换呢 就是标记出来 然后呢我们通过resource label的方式 传递给这个Volero的这个restore的plugin 我们在plugin再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形成一个就是 就是达到这个解决前面问题的效果 但是呢我这里给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coolsphere这个平台 它的这个host的class的这个被洪灾 那这里面呃host的class的其实是呃就是清云这个一个管理集群 它管理集群主要有几个功能 一方面是要管就是它这个多集群这个环境 它要把member集群 添加到它的这个管理集群里面 然后呢它同时要管这个所有这些member集群的这些用户啊 权限呀包括这种项目空间的管理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像这个系统的监控呀 像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就是呃那个 这个这个dialops的这一块 那它这里用户主要是想解决就是说 我当我一个host呃host的class的down之后 我怎么可以快速的在一个standbyclass的把这个 就是管理集群又拉起来 然后再去接管那些管理member集群 那这里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说 怎么定义这个host的class的 我们刚开始以为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事情 那后来发现呢我们交流了好几个team 就是跟四五个这个开发人员来来回回交流了很多次之后 才把这里面就是一个管理集群 包含哪些资源这个事搞清楚 最后呢是发现整个这个host的集群 有五个大类的这个group version kind 每一种group version kind都可能有十种 或者是超过二十种的类型 所以这里呃的一个point就是说 即使我们有了像resource 的这个resource filter 这么这些比较基础比较重要比较强大的功能 我们在这之上又做了一些扩展 就是可以让用户去在界面上勾勾选选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完成一个比如说复杂应用的定义 其实最难的可能还是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应用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你得有你光得有这个呃强大的功能 还得有这个应用测的一些导命的knowledge才能把这个事给做好 呃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讲这个应用数据的一致性 那这个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数据库跟中间键 那数据库中间键备份我们知道 呃有有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数据库跟中间键的种类非常多 那我这里随便列了几种 my secret 啊 pg 啊 mongo db 啊 redis啊 然后每一种数据库的备份 其实啊我们也可以分两个大类 第一类就是这个物理的备份 就是我直接备份这个数据库文件系统里面所有的文件 包括这个呃数据库的这些应用资源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就是说逻辑备份 就是说把用数据库的这种snapshot或者是dump机制来备这个数据库 那物理备份的话 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备份的这个lock 比如说呃 其实我们就是叫款式的这个lock 把数据库款式了之后呢 那这个数据库的数据呢 就相对比较一致 我们再去备它文件系统里的文件 那逻辑备份呢 就是 逻辑备份的话也是每一个数据库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数据库提供的是API 有的数据库可能提供的是CLR 有的呢 他提供的是可能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 然后每一种dump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有的只能dump不到本地 有的可以dump不到远端 然后就是每一种数据库 它的这个部署的方式可能也不同 它有的是master slave 有的是这个reptic 有的是集群 有的是分片 那比如说像master slave 这种部署方式 你到底是背master还是背slip 还是把master slave一起背呢 那restore的话就是说 也得考虑这个部署方式 部署方式的话 我到底是恢复一个replica出来 还是我把所有的replica都恢复出来了 那即使我把这个所有的数据跟资源应用 就是都恢复出来了 我这个数据库是不是能起来呢 也不一定 每个数据库可能还不太一样 它可能在recover的过程中 要执行一些特殊的命令 这个数据库才能起来 所以这个这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切入点还是这个物理备份 因为物理备份的话 它在文件系统这一块 所有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文件 文件这个角度去背它的数据 我们只要去 去就是实现它在 针对不同数据库的这个backup block 只要能实现这个 其实物理备份呢 就可以相对比较去可以统一 那物理备份的话 其实像我来而的这个hook也可以实现 但是呢 hook实现的话 我们观察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像我来而的这个hook呢 它其实是把这个backup block的这个命令 是直接写在这个应用的这个样子里面的 在样子里面会打一个annotation 记录这个命令 这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一个集群 可能有十几二十个这种数据库的中间件的应用 那你怎么去管理这个配置 你怎么去更新这个配置 是吧 这可能就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我我配置完之后 我怎么来观察这个配置到底是成功了 还是不成功 对吧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一旦这个backup block中间出了什么 error 我怎么debug呢 第四个就是说 有些用户呢 他对这个应用的侵入性还是比较敏感 那我怎么做到就是不侵入这个应用 因此我们就是构建了一个开源的一个工具 叫安部app 这个安部app呢 其实它很简单 它就是用operator 就是controller cr的这种架构实现的 数据库的这个connection的信息呢 我们就写到cr里面 那就controller看到这个cr的信息 他就在后台会去尝试 呃连接这个数据库 那连接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就会跟进到cr的这个status里面 那这个其实啊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信息呢 也跟这个应用本身的这个样子就没有关系 是在这个cr里面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就解决了第一个第二个第四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在这个安部app的这个drawer里面 其实用go golaunch实现的不同数据库的这个drawer 那这个golaunch这种实现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可调式应 要比这个cli或者是脚本的方式要好很多 那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客户的例子 就是说 呃 它呢 是一个myscrow跑在qs上 它是一个master slave的这种部署模式 然后呢 它现存的存量数据可能有400个g 增量数据呢 不大 可能每天就两个g 那我们给它这个备份的一个plan 就是说 我们只备这个slave的pvc 包括上面的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备了master跟slave这个 这个恢复呢 可能这个数据库恢复没有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们备slave之后呢 我们会做一个initial的copy 就是因为它存量数据会比较大 我们先做一个initial copy 这个copy呢 是不带这个数据库的锁 这样的话也不影响它的业务 那在备份的过程中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backup control了 会先通过这个embarb 去做一个这个数据库的coens 第二步呢 我们再去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数据 这样的话这个数据呢 就是一致的 那我们coens的时候呢 也只coens这个slave的paw了 这样的话也不会影响master的运行 那在恢复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恢复 我们只去恢复slave的paw的数据 那master的数据呢 就是从slave的这个paw做一个副本出来 给master用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marsic做一些这个重新的这个setup 让它把这个master的关系在重新setup好 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跑起来 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 我们说是正在这个比较大的环境 针对这个备份资源的这个规划的问题 那为什么是大环境呢 就是说小环境其实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小环境呢 比如说我就一个集群就三四个节点 那你现在备份这个 你备份任务可能是对我的这个业务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容易观察 也比较容易解 但是大环境的话 可能我有比如说十几个集群 有几百个节点 那我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能就是有十倍的这个这个成本 我才能发现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在比较大的这个环境下 这个用这个运维呢 它可能会提前把一些事情就规避了 把一些事情规划好 那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几个点 就是说一个就是 这个备份的这个这些任务 备份使用的这个资源跟这个业务使用的资源 能不能做一些隔离 这隔离可能就是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我这个CPU memory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网络这个层面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是不是有某些情况 我没有办法做到隔离 我是共享的 共享的话 你就要考虑这个QS 就是我得考虑 我我备份的任务 就是得限制这个带宽啊 最后一个就是说 考虑这个scalability 就是我一个集群可能有几十上百个 甚至更多的这个应用 我每个应用 做一个这种备份的话 我如果不提前规划好 那我一个应用 我一个集群可能同时schedule了几十个这个备份的任务在跑 那是不是把我的这个业务 业务都给拖垮 所以要考虑这个并行性 就是你这个单个集群 是不是能能达到多少这个并行 然后你单节点能够达到多少个并行 就是都要有一些控制跟管理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就是这个客户呢 他有两百多个节点 有十几个集群 那他在这个备份资源这块的规划 就是说他每个集群都会有单独的 就是这个绿色的backup的这个节点 这个backup节点呢 他一个就是配置可能会更好 CPU memory更高 另一点就是说他在这几个backup节点上呢 这个走的是这个存储网络 他跟这个KBAS这个业务网络是分开的 因此我们在备份的时候呢 首先会在这几个节点档上这个标记 然后呢通过这个node affinity 把我们的这个backup agent schedule到这个backup的节点 然后呢通过这个slamshow的方式 把这个其他节点的这个pv的这个就是相当于slamshow的 我创建了backup节点 在backup节点再把这个slamshow的pv挂起来 然后我再去做这个copy 这样的话我的数据走的都是这个存储网络 跟他的业务网络就不受影响 那另外就是说他还是有有几个集群 他是有这个share的这个network 他就是跨了这个机房 那这两个集群的这个这个网络呢 是跟呃业务 这业务网络是共享的 所以他要考虑在这这些集群呢 你得配这个qs 你白天的这个备份的这些任务呢 要限制带宽 那最后呢 其实就是考虑这个 并行了这个控制 那我们给他就是一个集群 最多就并行有四个这个这个这个job 那每个节点也可以设置 那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叫做 异购环境的一个恢复 那这里面可能主要有几个场景 一个就是说 呃 应用迁移到了一个新的qs平台 这个新的平台可能是一个新的 一个这个发行板啊 或者是一个新的这个供应商 那或者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cloud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可能是把我的应用 迁到了一个新的qs 他这个这个版本 就是可能高了几个版本更高 那有些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来做一个 qs的一个升级 第三个就是说 我存储可能要换 就是我要换一个存储 有可能他会迁到一个新的集中 也有可能就是说 他是原原原地 就是我原集群把一个存储就换掉 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说 我可能就是把这个应用 恢复到一个新的集群 去做一些测试 那其实在这里面 大部分的场景 其实都是跟迁移相关的 你怎么在考虑这个异构集群的这种回复的时候 其实有主要有要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迁移的话 你要有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点就是说 你要考虑这个数据测的 就是我存储到底该怎么怎么签 第三个就是说 我这个资源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转换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为什么要一个端到端的一个solution呢 就是说 因为你要如果就要做一个迁移的话 其实你第一个问题 还是跟之前我说的一样 就是你现在得把这个应用给定义出来 就是要理清楚这个应用的依赖关系 然后把这个 到底我签哪几个应用 框选出来 第二个就是说 我这个应用在签过去之后 其实原集群的这个应用会shutdown的 原集群应用shutdown之后呢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把应用shutdown之后 它留下来的这个数据呢 是一致的 我们会做最后的一次这个copy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新的这个应用起来 原集群这个应用也得关闭嘛 那另外就是说 第三点就是说 你做一个迁移 最终的话 你先得去 这个目标集群得测试一下 我这个比如说我上一个 这个迁移形成的一个copy 到底能不能在目标进行运行 如果有问题是吧 那我们就不能做这个迁移 没有问题了 我们才会继续做 另外就是在迁移过程中 你也得考虑这个停机窗口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迁移这次真的出了问题 失败了 你得有一个rollback的提示 我可以回滚回去 那没有办法到这个目标 我反正能回滚也可以 那第二点就是说 考虑这个存储 存储的话 一方面就是考虑你换了一个storage 那你storage class得改 对吧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pvc跟pv是不是也要做一些 属性向的调整 最后呢 就是pv的这个数据 你就是这个是肯定是最重要的嘛 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资源 资源的话一方面就是说 资源你版本不兼容的话 你是要做这种资源的这种转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首先得能发现 就是有哪些资源是 就是incompatible的 然后你能展示出来 第三点就是说 可能还是有一些 没有办法全自动化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你得人工的去干预 或者是人工的这种去 去去这个 去interact 交互 那讲这个存储这块的话 其实啊就比如说他他有好几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host pass或者是nfs的volume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cssvolume 那这里面呃右上角其实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一个客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一个压力宫件 它这一个应用里面其实就包含了有既有nfs的这种pvc 也有这个host pass的这种volume 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一些host pass可能是不需要背的 那其实你就要去提供这种volume的这种选择或者是就是exclude 就是我不选哪些就是我不需要去背 另外就是说我pvc的属性可能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改变 呃第三点就是说你nfs的这种volume其实它涉及到一个呃子目录的问题 如果你一个pvc里面用的是一个nfs的一个root目录 你把这个root目录迁过去了之后 其实这个root目录底就是你所有其他pvc的这个子目录是其实是不用再去签了 那第二种情况可能是相对比较呃简单的一种情况 就是从一个css storage到另外一个css storage 那这种情况其实你可能主要是要考虑这个storage class的一个mapping 另外的话可能是有些pvc的属性需要去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就比如说呃某些营平台它这个pvc的size最小可能就必须是20个gb 你原集群可能是我设了一个5gb 但是到了目标集群你必须把它改成20个gb 它才能它才能挂起来 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共享存储的一个chain 就是说它这个里有两个集群 它存储呢是这种external呃部署的可以给两个集群同时使用 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volume的这个数据是不需要迁移的 我们只需要去关注它那个呃pv里面有些字段需要去去关注 比如说它的pv要设置成rating 如果不设置成rating你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把这个pv删的话 它这个数据就丢掉了 另外就是说它里面这个pv里面有个volume handle 这个volume handle呢你必须在就是保持不变 这个其实volume handle它就会指向那个实际的那个volume的数据 另外呢像csi driver的名字还有storgy class的这个名字 其实要要根据这个目标集群能来去做一个支配 那在资源的这个conversion这块呢 它可能有这样几种呃成景需要去改 一种就是说我qbs画了好几个版本 可能我这个api资源就要去做一些改变 另一种就是我可能换了一个qbs发行版 它可能里面呃有一些基础的这种组件 像stor啊或者jenkins啊这种 它可能是做了一个就是版本不一样了 跨了版本第三种可能就是说我换了一个云换了一朵云之后呢 每一个云的这个厂商的这个lower balance 跟service这个处理可能就是每个都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是基于 我来的这个resource filter resource modifier 我们构建了一个resource conversion的一个framework 就是我们可以支持这种训义资源的修改 然后呢我们把它就是实现在这个前端的这个UI上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用户可以去选择这个资源 然后做一些修改 然后并且我们把这个过程呢也build的印到这个恢复的这个流程里面 那底下呢其实就是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资源 比如说这里左边呢选择了两个命名空间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service类型 在这个资源修改的时候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strategicic merge patch 这个呢就是用户只要去看一下这个strategic merge patch的这个文档 他只要根据这种文档呢去填入这个json的格式的一个修改的这个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就去可以去根据这个 这个他填的内容去针对这个资源去做自动的一个修改 那右边举的是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json morge patch patch的方式 他也是就是选择了这个deployment的这个资源 然后呢填这个reply卡之后 我们就根据他填的这个数值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修改 那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用户场景里面发现用户呢 他经常呢会需要修改的一些就是一些需求 就是config map跟这个secret是最通常的 就是config map里面可能是记录 会记录他的这个database 这个username跟password 换了一个集群之后 他可能要改这个 secret的话 他可能也是会改一些用户名密码配置 那像ingress v1到啊 这个v1 beta1到v1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转换 那openshift的这个root到这个ingress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下面这个取的两个例子 也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截图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config map跟secret可以去 改他的这个kvalue字段 那这个这个这个例子呢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华为的这个cce平台上 我们要做一个low balance的一个conversion 需要去考虑哪些事情 那他这里面其实主要就是三个场景 第一个可能就是做一个测试 我在呃 这个目标进行做一个测试 第二个进行就是我 第二个场景就是说我原来呢 应用被删掉了 我需要在原机群做一个恢复 第三个就是说我这个elb被删掉了 这是我怎么做一个recover 那这里面复杂了就是说他要根据这个原子群 elb的各种这个原始的初始的状态 比如说我这个原始的这个elb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我原来这个service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然后呢去考虑就是我们我恢复的目标 我是恢复到一个呃原原有的这个vpc 还是恢复到新一个新的vpc 我恢复的时候是想reuse之前的elb 还是想创建一个新的elb 那所有这些条件结合起来 你就要去看他这个就是这个sg上面 到底是怎么去管理这个load balance的 所以这个例子也是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即使我们有了像 blower这个resource modifier 这样这么强大的这个功能基础的功能 我们又把它实现在这个界面上 可以让用户去填这些内容 但是呢实际这个过程中复杂的还是说 我到底该怎么改这个字段改这个资源 能让他在目标群群能让这个应用恢复出来 没有问题 这块呢其实又是跟这个业务 跟这个应用是一切相关的 最后就是简单做一个recap 跟这个这个未来的一些展望 就是说 其实我们就是有四大类的问题 第一类就是说 还是在这个应用定义这块 应用定义这块呢 呃 我们其实实现的这个 这个这个功能 其实我们觉得已经还不错了 就是像 volaro这个基础功能也不错 然后我们在他之上也做了一些扩展 但是呢之后如果想要再改进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可能就要跟这个 每一个不同的application的这个developer去 去一起来work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你这个应用定义呢 这些倒面knowledge能不能build到这个软件里面 比如说我 我针对一个比较common的一个应用 能不能把它的这个应用的定义 我就放到这个软件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自动的去发现这个应用 最后呢就是可能我们也要把这个这些东西呢 看看能不能贡献到这个社区里面 那第二点就是说 应用了这个数据的移植性 这个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 像数据库的这个物理备份 加备份所的这个方式 是可能是一个基础 就是这个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个数据库 但是呢 逻辑备份可能还需要很多的work 逻辑备份因为他 每一种数据库类型的他的这个逻辑的备份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说他control pass也不一样 他的data pass可能也各不太相同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统一的 这个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很多的去work 那在这个backup resource这个规划这一块呢 我们现在发现就是line free的这个backup 其实就是有呃 就是存储存储网络跟这个业务网络分开的这种 其实是比较popular的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生产环境呢 一般都会考虑这个QS的这个planning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 资源或者是网络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隔离 那最后呢 就是backup job的scability这块 我们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impro的空间 因为这个QS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困难性嘛 我们其实还可以利用QS做更多的这种改进 那最后一块就是这个ego ego环境的这个恢复 我们呃这里面就是说 第一点你肯定是还是需要一个 呃按照的一个方案 然后呢你要考虑这个storage的conversion 它可能不光是不仅仅是一个storage map的一个mapping的一个问题 然后resource的conversion呢 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就是 你光有功能可能还是不够的 你得有application跟business方面的一些knowledge 那最后就是说你在处理这种cloud的这个flow balance啊或者是network这一块呢 你得去跟这个你得去参与到就去看cloud provider它具体提供的这个服务 所以就是整个这个qs备份跟恢复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挑战 就是虽然我们有有一些功能我们觉得已经做的还可以了 但是呃现在我们还是觉得 就可能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完全的靠自动化完成 就是最后就是说我们跟这个whalero其实呃有有是有一些合作嘛 我们在这个这个whalero.cn其实是whalero的一个中文社区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就是去去提问或者是参与一些讨论 然后右边这个二维呢 二维码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呃微信群 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这个微信群 嗯这里面呢不光由现在我们公司的一些开发人员 还有这个whalero的一些开发人员 都是在这个群里面 大家可以进这个这个群 呃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啊谢谢各位